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得皮影戏不见踪影 当时四十多岁前途正好 他放下一切到高雄拜师 学成后返回台北成立剧团 致力于教学 希望把皮影戏文化传承下来 现今北部也就仅此一团 然而这条路走来并不容易 在大环境冲击下 台湾剧团倒一片 皮影戏团也面临后继无人 一直在苦撑 儿子不舍老爸心血化为乌有 放下自己的梦想 返家接下剧团 然而父亲以教学为主 收入微薄 儿子明白 很难靠着艺术赚钱 甚至养不起一家人 反人义无反顾投入 弟弟也回来协助哥哥 一起传承皮影戏 兄弟俩带领团员 走出校园演出 迈向国际 找到更多舞台让剧团有机会生存下来 父亲也积极改良戏友制作方式 以往做一个戏友可能要八天 改变材质不到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大大提升孩子兴趣 演出方式也结合现代科技增加亮点 推广传统记忆 不只需要创意 还得要有满腔的热情 也唯有靠教育才能延续传承 來,稍微停一下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節奏我希望再走慢一點點 注意聽你的音樂喔 音樂很重要喔 因為你的聲音不能被音樂給蓋到 老石 这大热天的 你也太辛苦了吧 爸爸你看许伯伯 每天都这么情商工作 想必今年一定又是个丰收年 皮影戏在台湾俗称皮猴戏 以灯光照射在牛皮戏友上 透过剪影音乐说唱来表演故事 肖梦通致力于教学 引领孩子投入角色 皮影戏它有一个很吃亏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表情 它只能靠着身体肢体员的动作 要讲慢 你要动作要做慢 所以你慢才会让观众 进入到你的演戏的氛围 所以什么叫做慢 就等于是自己要去揣摩那个动作 通膛水剃 通膛 道律全部说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这是什么 这种传说中的火 水龙下来攻击背 来走 攻击背 对攻击火龙背 灯光 音控特效技术 在皮影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团队合作才能让表演生动 手电筒的特效 光一个很像锅盖里面要发出亮光 那个位置我们就是跟小朋友 已经研究了很久 他照出来的角度一次就要成功 而且那个角度跟那个打灯的位置 跟时间点都要 就是让孩子体验 我不是只有按手电筒 我还听到音效 我还听到台词 我还拿一个时间点按手电筒 那个角度才是正确的 听点跟那个都要很重要 包含动作 我不是要你一直活到你 或有快跳或烧下 那个低沉动作就是这样 快有天有天有天有 你用这样 哼哼哼的声音 对啊 这种梦气而已啊 因为你一直背上去 我不要接旺旺 比赛快到了 考验孩子的耐力与专注力 小茂通比平常更加谨慎 孩子们在后面 他们会觉得不耐 就说 我都一直重来一直重来 到底是哪里不OK 动作弄好啊 那个水桶没有弄好 来听 不起发生什么事 所以阴山那个谁 阴山你在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再一次来 对 上肩 来听 什么问题 为什么水桶没有跟手走 再一次 不停重复的排练 费尽精神跟体力 他陪伴孩子 为演出共同努力 我看到几个人就很沮丧的脸 但是呢 这个沮丧的脸是代表 他听懂我在讲什么 你在对的时间点 你应该做对的事情 所以这个观念 要给他们一直重复重复 其实我在给他们压力 我不会常用骂的方式 我会让他去 自己先沉定下心情下来 等一下大理皮影队要练习 OK 细偶来把它摆一摆 这是小豪 嗯 大王 来人啊 一边整理道具 时不时拿起细偶操作一番 孤兹力对皮影系的热爱 表露无一 假设我们人会做的时候 在挖土的时候 挖回来 因为有土 有重量 所以动作是慢的 在举高 动作是慢的 下去的那一下 是特别要用力一点 所以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 动作到位是首要条件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一分一毫 自主比较 讲话的动作 讲你比你 讲我比我自己 打招呼就嗨 你好 我是小豪 哎呀 最近呢 天气很炎热 大王呢 又说要盖大壶 这是伤脑筋 伤脑筋我们就会抓抓头 从小跟在爸爸旁边表演 而如木染之下 渐渐对皮影系产生兴趣 转身是戏台上重要的动作 也是他碰到的难关之一 因为他转身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把头部的棍子向上 那戏友呢 向外转半圈 在棍子放下来 经历的时候 也是会卡关的 那这个技巧也是 爸爸教给我的 即便是最基本的走路 想要四平八稳 可不简单 掌握手感 手里的人物 或令火线 针对戏友去设计 那如果有一只脚是直的 或是一只脚弯的 这个就是可以做踢腿的动作 每个关节位置 是做精细 就是要让戏友逆振化 鼻子呢 我们的关节就傻绑起来 这样才能展现出 他的大象鼻子 很柔软的动作 一定要做到这么细腻 才能展现 关节越多 我们戏友怎么样 他能做的灵活度会越大 对 但是相对的 他这个戏友 就是很不好控制 因为很过软 这一只就是才高桥 在设计这个戏友 想得很久 应该想得快一个礼拜吧 他就这样这样走 他这样踩 然后另外一个就跟上 皮影戏如电影 除了天马行空的创意 每一幕故事 如何去呈现 要用什么手法 人物道具的蓝图 早已在他脑袋中 仔细规划 爸 这刷成这样 再来要刷什么 他的头发 他的法是 孙悟空 顶固圈 顶固圈的话 我们就可以画 比较神的颜色 去带出来 有别于传统牛皮稀有 费工又费时 使用塑胶片的发像 来自爸爸小乳迅 他牛皮的话 像这样的一个细 他在制作的过程 就是要五天到八天的时间 因为他还要钓颗 镂空 镂空完了之后呢 后面他修 还要再修边 所以说会比较难 后面太薄 太薄的话呢 贴面的那个感觉 我们会觉得说他不够 因为他会翘起来 我们后来就慢慢地去找说 要到我们要的这个厚度 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银双上面 就可以贴起第二个银双来做 塑胶细友比传统制法 更加快速 不到几个小时就完成 虽然使用现代材质 但依旧遵循传统精神 这个是比较快速 而且可以让孩子们接手 只是材质的改变而已 但是制作细友的精髓 跟分解全部都跟传统 是一模一样 像这个麻花的话呢 我没有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手也不能玩进去 这个地方不能玩进去 对 眼外围解 对 眼外围解 刻出来 嗯 真空打出去的话 那就刻进去 从制作到演出 一手包办 要会操哦 也要懂得设计戏哦 笑如逊原先开设 儿童才艺教室 学评语系 对他而言是无形插柳 也因为老师的一句话 传承这份记忆 成了他的使命 如果说你学了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教出去 不要像以前他所教过的学生一样 就学完了之后呢 大概都断线了 这句话让我也很感动 真的啊 难道 皮语系就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呢 手上 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啊 就完全断层了嘛 完全没有任何底子 他一步一步钻研 苦学三年创办剧团 让这份文化得意在北部延续 这晚上的时间哦 小朋友都在睡觉了 那就是自己一个人啊 那就是在教室里面啊 扣扣扣扣扣扣 就是开始雕刻 开始从雕刻开始学起 对 雕刻学起 那他就下定决心说 一定要把它学会 一座就是二十几年 他不曾放弃 十多年前萌生退休念头 却也担心无人接手 走走走 嗨 小猴子 嘿 你要去哪里啊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了呢 对啊 就中午时间了 我想去采取水果啊 不想让皮语系在北部消失 小梦同内心十分挣扎 跟自己拔合两年 才下定决心 任何经费是一大难题 真的要靠这个艺术去赚钱 在台湾真的很不容易 我可以多接几间学校的教学 那至少维持到 我一定的稳定的收入 有机会去做一些跨界的合作 那这样的话 把皮语系才能走得更高 更长久 遵循爸爸以教育为出发点的宗旨 凭着一股稚气 时刻提醒自己 无论遇到任何困境都要坚持 就跟我自己讲了 我没有回头路 头一洗了 就是整个就是要玩到 一直在挑战 所以反倒这样的一个生活室里面 是我想要过的生活 就是到处都会有新奇的每一天 这个细偶啊 这个演出的时候 他们这样弄啊 这样子就很容易断掉 如果脂肪棉线的话 应该是不太够 小梦同还有一位得力助手 弟弟小乃成 仔细检查细偶 每个关节再三确认 将传统制偶使用的棉线 与钉扣结合更加稳固 重点是很轻 然后又很容易保存 然后这种塑胶细偶啊 它在影窗上面的话 光纤亮丽度的话 会比较饱和 比传统细偶更平贴那个影窗 那它这个的话 层颈的这个景象 在前面看起来的话 就会更漂亮 不只改良细偶 爸爸发明的细偶装感 还荣获了国家专利 以前要离开的时候呢 就会怎么样 细偶就会弯下腰 往后这样退退退退退出去 这是传统的走法 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个棍子 可以做一个转身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戏友就可以这样走进来 嗨 我是说悟空 我要先来去忙了 拜拜 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转身过来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离开 就可以走离开了 做慢一点 做清楚一点 不要一直这样子 只要活着就好了 活着慢慢地动就好了 为了减轻哥哥的压力 小乃成回家来负责行销 但事与愿违 面临不少挫败 包含可能宣传单啊 网路选这都是要费用的 不以为只是办一个活动 就这么简单 可是其实默默地也是 掏了腰包来做这些 这样子的去做一个行销 贴手贴手清楚一点 慢一点慢一点 早进老之 尝试各种方式推广 也透过工艺演出 让更多人认识剧团 这一箱不仅像谁帮忙抬的 道具周围 赛前不忘叮咛 小朋友今天独挑大梁 好戏上场 教学这条路走来并不轻松 但看到孩子站上舞台 发光的那刻 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比赛是一时的 而且是一次的 但是我希望是孩子们 去演出的时候 连得到的掌声 比得到的奖项还要重要 比赛结束了 卸下紧绷的心情 他们也不忘鼓励孩子 看着孩子的笑颜 他们坚信 走在一条对的路上 教会小朋友这件事情 比我自己去演戏 还得到更多的快乐 然后也不会觉得挫折感 反而成就感会越来越好 和孩子出去展演 背掌声 多数的家长说 我不知道我儿子会这样 那个学生调皮老弹 竟然在皮影队 他可以这样 我常常都听到这样 我都觉得这样就够了 接手剧团十多年了 小石兄弟不忘初心 用皮影戏唤起 长者的童年回忆 更在小朋友心中 种下希望的种子 当传统艺术走向未来 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好 好